动作一,我们单手掐腰,右手向左推,停留三至五秒,然后我们换手向右推。 这个动作可以拉伸我们的胆睛,每天练习五十下。 动作二,引起向上,双手握顾,身体前倾,我们抬头挺胸,身体直立。 双手向下用力去拉,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拉伸我们的肩背,同时还能够挤压我们颈部的大包包,每天练习五十下。 动作三,前后击掌,双手向前,向后击掌。 这个动作可以灵活我们左右肩,同时可以对我们的腰部稳定性有很好的一个提升。 动作四,双手沿小腹,缓缓上升,胸前缓慢转掌,向上,抬头挺胸,深呼吸吸气。 双手拖天,离三胶,左右慢慢放下,呼气呼出。 重复上一个动作,吸气,吸满,双手拖天。 停留三至五秒,左右放下,呼气呼出。 动作五,双手直立,左右后踢腿。 这个动作可以锻炼我们腰部跟腿部的肌肉,同时可以锻炼我们身体的一个灵活性。 动作六,双手掐腰,左右,侧踢腿,各练五十次。 俗话说,人老,腿先摔,肾摔,膝先软。 我们的腿部锻炼不可少。 以上这六个动作你学会了吗? 点赞收藏,每天练习。